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抓了不少黄牛 一看不是倒票的 因为票根本卖不动 连一半都卖出去 抓的这帮人是干啥呢 卖毒品的 在那个门口 你看看有多危险 这个2011年啊 这个福克斯动画电影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巴西电影导演导的啊 叫里约大冒险 结果呢 后来2014年搞了第二集 也就是上下集 现在明天就要上样第三集 里约大冒险2016 今天呢 我们就围绕这个里约大冒险这个主题给大家说一说啊 说一说 先从哪儿呢 先从这个奥影村说起 那么现在各个国家的这个代表队都已经入住了 结果入住以后各种吐槽 包括中国的进去有各种吐槽啊 进去之后先是这个房间漏水 进去又一看满地 脏心漏水 上个卫生间 马桶不通啊 这个想用个计算机把插上电源 那个网上一拔一会连插座一块掉了啊 一块掉了 中国都还碰一个很尴尬的 楼道的差点起火 各种跑冒滴漏 脏万差 在奥影村里边处处体现 所以大家呢 现在都有微博呀 啊 都有微信公众号啊 都有自媒体啊 所以大家拍回来以后就把这个事情放大了 放大以后是找人家巴西去修啊 人家巴西门儿修 好多都发不出工资来 工人都拒绝上班啊 都游行示威去了 门儿管这个事儿 门儿管这个事儿呢 咱们中国队还是自己动手风衣足使 自己就在那招呼起来了 有些个国家队 像澳大利亚人才不管那个事儿 人家说我不去住啊 我住打宾馆 不去奥运村啊 这个 所以说人家巴西这些奥委会主任说 给你们每口放两个弹数 你们就去了 所以现在各种呃 不满啊 呃 这个事儿呢 就是越来越大啊 就发展到危害人身体健康的事情了 你比方说这个 大家到海里边去游泳啊 或者有些个帆船项目需要到海上去比赛 比赛以后呢 就是说 呃 这个有很多这种海域都非常的脏啊 就是污染排放 就是好多污染的东西 医院里边垃圾直排到海滩啊 所以好多人呢 下海以后没法游泳 反而染上一身病 浑身起疙瘩啊 还有更为危险的债卡病毒 债卡病毒已经闹了这小一年了啊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 这个女的将来要怀孕或生上了小孩小脑袋 你这太吓人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啊 不过最近呢 说是这个卫生部门说这个债卡病毒已经转移了 就从巴西跑美国去了 最近确实是巴西有20天没有发现债卡病毒病例 美国反而出现了 美国现在发现第一例债卡病毒啊 这是关于这个奥运村的一些一些脏乱差啊 一些一些各种吐槽 这个治安方面的话呢 就更让人提心吊胆啊 这个 现在是全世界这个窃贼啊 摩拳擦掌啊 各路窃贼纷纷聚 聚会到这个立约啊 准备在那大干一场 而且在这之前呢 从今年初啊 一月到四月就开始在那开始练兵了啊 就是这个盗抢案件比以往要增加了这个四分之一啊 这个很厉害了 本来就很厉害 又增加了四分之一啊 蓄意谋杀案增加了12% 那么举个例子吧 7月25号这一天啊 马上就临近开幕式了 各国运动员都到 这一天就发生了好几起盗抢事件 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跨栏名将史东鹏 史东鹏他们坐飞机到了这个酒店 酒店大堂在那里累也够呛啊 因为时差坐飞机时间太长啊 南美那个地方 可能要坐十几个小时我过去坐飞机 结果到那一会儿累也够呛 累也够呛 前台办手续啊 啊 史东鹏就拿证件到前台办手续 这刚想办手续过了一个人 晃又过了 过了以后往他身上吐了一身 饿了八心的 人说话也不通 说你这人干啥 我也不认识 你能吐我一身 然后他就去卫生间去想到那清理清点 饿了八心的啊 就上了去洗 然后他一个同事 一个同事 说这谁干的 这醉汉是啥 就眼神就盯着那个 那个吐他一身那个人啊 等他们回来之后 史东鹏他们回来之后啊 还有他那个同事回来之后 哎 突然发现自己一件行李没有了 行李装了很多的贵重物品 摄像器材呀 什么贵重物品啊 这个人家提侦 最后调监控监控录像 提侦那个箱子就走了 中间就一两分钟 人家利用那一两分钟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提着箱子就走了 门口车等着 到那就坐车就跑了啊 你说这不是就是预先写好的剧本啊 这个各路人马在那演戏 你看就这种 所以这些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他们说这怎么办 我得报警啊 说报警 当时周围都有好多警察巡警啊 对不对 运动员这个这个奥运村有巡警啊 就告诉徐亲女说 你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得到警察局去报案 哎呀 这半夜三更的 又跑到警察局 这凌晨两点跑警察局 一看警察局的人山人海 全都在那被盗子跟他排队啊 排队以后警察局好不容易排到他呢 都凌晨四点多了 怎么回事啊 说吧说吧 登记下来 也就也不了了之了 登记下来就完了嘛 永远不可能有下门啊 呃 其实这种事啊 我是说啊 现在因为巴西这个旅游奥运会被大家聚焦了 其他地方都一样 我记得这二十多年前了 说起来1994年的时候 那会儿我 我我我我到意大利 到意大利去看一次国际的法律专家的会议啊 这个 中间呢 倒飞机 倒飞机有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到米兰 我说到到到到到那个米兰大教堂 教堂前的一个大广场是到那去就玩一玩吧 哎 就去了 去了 去了以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比较土啊 1994年提了个那种方方正正那个箱子 黑的提着 后来我才知道国外那是流行的洗钱的一种箱子 咱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提那个东西 有点像公文箱啊什么那样的 我提个那箱子 提个那箱子就是 就是有有些个事情吧 我就感觉他会有提示 特别奇怪 在那个大教堂 我 我走那个小胡同的时候就是 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 默默在提醒我 说你这个箱子里边的贵重东西要先拿出来 什么护照啊 美元呀 那会儿 美元也带没多少 几十几十块钱 还有一百多块钱 因为我去都是人家对方花钱嘛 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就是另外一种意识就告诉我拿出来 我就 就在大马路上 我这样就把那个箱子放地下 我就开一开以后把护照什么东西都拿出来 就我就我就我就听了 然后到了那个大教堂前的一看 哇拍照拍照啊 拍照完了之后呢 跟我去的一个哥们啊 我们俩就在那拍照 我在那装样子这样拍照 他就在对方照 这个箱子就放我跟前头 这个时候呢 突然过了一个人 跟我讲了半天意大利语啊 我就很热情的 像我们国内的那种习惯说 啊 这那那那我也听不懂 就我们两个人的视线都盯着这个人 结果箱子被第三个人拿走了 拿走了 我就看他跑 我就在旁边好多巡警 我就在说没人理我 没人理我 我找到警察 警察说 你去那个警察局 我就到警察局 人山人山在那排队 然后就登记 登记完了以后就没来 我到了酒店以后 我这个手提箱子没有了 我到了酒店等我那个行李 我那个行李丢了 我一个人空身就在意大利待着 我整天就到处报案 整天就到处 我的飞机票也没有了 飞机票在那个箱子里头 我自己就办这个事 那边还要去开会 这个奥运安保啊 这个问题太多了 啊 现在这个世界上五十多万人到李月啊 到李月有大量的比赛项目 现在呢 这个又前一阶段又出现了法国呀 埃及呀 美国呀 德国呀 都是一些恐怖袭击事件 就是恶性事件 现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安全保障的形势都非常差 尤其是恐怖袭击啊 这个非常的厉害 那么但是现在呢 这个巴西搞这么大的活动 警察消极代工啊 就是外地五十多万人到李月热能楼 现在李月国际机场啊 到国际机场拉了横幅 欢迎你来到地狱 哈哈 我们是警察 我们是消防队员 我们拖欠工资已经好几个月了 不给我发 说你们别来这 你们上当受骗了 到这生命没有保障啊 你说国家搞这么大一个事 结果呢 这么一队警察 国家公务员在那给国家坏事啊 消极代工 呃 奥运安保呢 说是这个警察既然不行 那就派军队来啊 这个结果呢 这个军队啊 这个又加强警察啊 现在呢 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是在这个李月几个地方 一个贫民窟啊 一个贫民窟 在一个 这个贫民窟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外国 咱们中国好像没这种概念 在外国它分穷人区和富人区 我是1984年到美国去 比较早了 一九八四年到美国去 我这个工作的地点是在菲尼克斯 是一个 呃 非常富的一个城市 咱们中文翻译过来叫凤凰城 那个地方就是 我我住那块是住一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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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墅区 就出来进去啊 干什么的都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就这样 都养成这个习惯了 哦 我说美国真好 这个还这么厉害 比我们国内还好 你看也不用关门 什么东西都丢不了 东西都放在房间里边 我就把这样富人区的一种概念呢 我带到洛杉矶去了 我最后我就到洛杉矶了 到洛杉矶去的第一个晚上啊 我跟我们团长在一个屋睡觉 呵呵 半夜 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嘛 一个人敲门 就是习惯性的动作嘛 我我从富人区来的嘛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习惯性的动作 我就把门一开 一个两米二的一个大黑人 哎 可能有两百斤 就这么重 重的一个大黑人 像一座山似的丫头 哦 哦 我说你干什么 我就用英语跟他说 money啊 他可能带着枪了 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当时把我吓婚了啊 我说那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转身就拨电话 我也不知道我在拨的什么东西 我们团长在那 吼 吼还在那睡觉了 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我说 我说 我是你等一下啊 我打个电话 我一打电话把他吓跑了 我 我不知道我拨的什么电话 我就 下边我就拨那个总台那个电话 总台 啊 知道了 行了 给你们换个房间 我们又换了个房间 原来他说 我第二天问他 他说 这种事情每天都有很多的发生 他说 你们还算好啊 这一般的就有生命危险 就是我没有那种概念 然后我就我就说 我第二天到那个市里去转转吧 我自己一个人 我走着走着以后 那个时候中国人出去不像现在啊 穿点什么休闲的 那个时候一定要把西装穿上 啊 就穷啊 啊 也穷要把西装穿上 我就那一件西装 出来进去 穿个西装进了贫民区了 哇 那个贫民窟子们 那个乱呀 那个连玻璃都没有那房子 美国是一个穷人一个月给发 当时好像六百多美元生活费 不够花了 他就去抢劫 他就乱了 把我吓坏了 走哪儿 全是那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去旅渔要真的要特别注意 现在旅渔这个贩毒的呀 枪击案呀 帮派呀 这个贫民窟窟 到时一帮小孩围着你要东西呀 抢东西呀 啊 你这个非常厉害 你别说这个就连船队火炬 奥运火炬 船队火炬嘛 一个一个多盛大的事啊 这个最后被一帮人包围了 包围没办法弄 他们要把这个火炬给你熄灭 最后带着火炬放到汽车上 你看很危险的 火炬带上汽车 那没把汽车烧了 这才算躲过一劫啊 呃 这些事情呢 吐槽的这些事情呢 这个大家在网上啊 在电视啊 都会看到很多啊 这个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任何一届奥运会 在它举办 举办之前都会有各种吐槽啊 我们前面的奥运会 我们看到伦敦奥运会的吐槽 看到希腊奥运会的吐槽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东奥会的吐槽 这最后结果都很好 都没出事啊 都没出事 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形态啊 这个 呃 巴西呢 人家是这样的 也挺不容易啊 2009年当时时光运会 总统卢拉 热泪盈矿啊 以后罗塞夫总统啊 一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但是现在呢 就是由于这个问题 就是罗塞夫面临一个弹劾案 而且呢 一百多年来 巴西的经济现在到了最差的时候 呃 大幅度的下滑 呃 但是不管怎么说 巴西它是金庄国家啊 又是第三世界国家 这个经济方面呢 现在碰到一些问题 呃 工资不能够按时发 好多场馆准备不行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不能说 就一无是处 现在呢 巴西还是做了各方面的努力啊 作为东道国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办好啊 全国调了八万五千名啊 这个军警啊 其中有两万是军人 六万五千人是警察 各地的警察前来李约啊 支援李约 呃 军队呢 介入 军队呢 派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啊 武器装备 十二艘军舰 呃 一千多辆军车 七十多辆装甲车 二十多架直升机 整天这个巡弱啊 这个还有好多的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 应该说这个这个巴西的官方啊 政府啊 军警啊 还是做了大量的努力啊 呃 尤其是呢 为了反恐 第一次在奥运比赛当中建立国际情报中心 就是呃 巴西的警方和美国 英国 以色列 法国 俄罗斯 德国 这些国家的反恐部门建立了一个情报联联系 那么现场呢 有很多这个这个摄像头啊 所有的地方无缝连接 关键是呢 第一次通过飞艇啊 通过各种方式的空空中悬挂 悬挂了好多的摄像头 三百六十度呃 全覆盖 类似于威亚那样的呃 全面的监控啊 全面的监控啊 呃 之前呢 也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奥运的 这个奥运的演练了啊 演练了啊 演练了啊 演练的时候还出了两架战斗机 还是海军的战斗机的相撞啊 啊 这个巴西你别看这国家人家还有航母呢 就是原来法国退役的那个复旭号 三万多吨的航空母舰啊 这个卖给巴西了 巴西叫这个圣保罗号啊 巴西之前有一艘英国的航母 叫米拉斯金拉斯啊 呃 那么现在呢 就是呃 我们一方面呢 要看到巴西现在很乱啊 呃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看到巴西的军警 巴西的政府呃 为了办好这些奥运呢 正在做大量的努力啊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呃 这家奥运会办好 但是我就提醒大家呢 要要要要要注意 建立一些这个呃 安全意识啊 建立一些安全意识 比方说呃 有一年吧 有一年有个外宾住在这个王府井呃 那个地方的这个呃 饭店 就长安街边上嘛 我去看他 他就跟我说 我说你晚上干什么呢 他说我每天晚上就站在窗户前看这个王府井大街 他说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说啥啊 灯红酒绿 他说不是 他说晚上都到十点 甚至十一点 还有好多小姑娘在下边走路 一个人 我说你观察这么些 这有什么大英雄 这这四空见惯 他说这个特别让我吃惊 在美国绝不可能啊 在美国绝不可能 说是半夜三更呢 还有一个女孩子在路上走路 我说这个北京很安全呀 没什么 美国是绝不可能 就是你要不 你说我在北京没事 我到那也半夜三更出去 这个不行啊 不要到那个人少的地方 不要到贫民窟去啊 这个不要一个人走 不要背着背包 不要带着手表 像我这样带手表 不要带着金像首饰啊 不要带着现金 因为见中国人就抢 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带现金 现在我们出去都刷卡了啊 微信刷刷刷了 对不对 这个不要边走边打手机 泡 泡手机 泡手机 因为你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了 对不对 这个尤其不要爆买啊 对不对 你要真有钱 那边这个绿松石可以 你可以买点啊 花几百万美元 买一手支盖大小 给绿松石回来 就别的没什么 就是巴西咖啡 你买啥呀 不要那种 让人盯上去 这家有钱 出门就让人给抓住了啊 这倒墙 奥运期间的游行示威一定会很多啊 因为好多人破坏奥运会 游行示威的地点千万不要去 因为有可能警察会镇压 警察镇压的时候连你一块镇压了啊 好多摄像头帮你拍下来 所以还比较麻烦啊 我们这个字幕上给大家提示了这个 这个碰到问题之后呢 你各种的报警电话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报警电话呢 这个进行报警啊 190 192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记下来啊 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呢 自己在那个地方想办法解决 好了 最后我是呃 祝大家啊 前往这个礼约的 我们的运动员啊 能够获得好成绩啊 一切安康 也祝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啊 到巴西去的 也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大家也调整好的心态 我们明天就开始啊 礼约时间 一块欣赏奥运会比赛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下期节目再见